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3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 教育部农业农村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介绍人民群众就地过年 和春节期间农村疫情防控相关情况 年味渐浓 各地忙着制作 有好兆头的特色小吃 迎接新年到来 继续关注四川梁山 昭爵县悬崖村 阿土列尔村 搬下悬崖村的村民们 生产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看当地精准失策 开展就业帮扶 让村民搬得出 粉得住能就业 借阳生阳高 脱贫致富有新招 三驱三周行 走进四川梁山美孤县 罗布采崖村 通过借阳还阳的产业扶贫新点子 发展成养阳大村 带动村民脱贫增收 各位好 今天是2021年1月31号 农历腊月十九 我是高凡 一起打开今天的中国三农报道 1月31号下午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举行新闻发布会 教育部农业农村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介绍了人民群众就地过年 和春节期间农村疫情防控相关情况 并回答记者提问 有记者提问 针对较为复杂的农村地区 疫情防控形势 农业农村部采取了哪些措施 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 副司长毛德志表示 近期农村地区出现零星散发病例 局部地区发生聚集性疫情 农村地区医疗条件相对薄弱 农民群众防疫意识防疫能力也相对较弱 春节临近 农村地区人员流动性加大 受走亲防友 春节期间办喜事等传统习俗影响 聚集性活动增多 增加了农村地区防疫的难度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 中央农办 将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要求 针对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 突出短板 有针对性的来采取措施 就是要坚持分区分级 科学防控精准实测 强化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将对相关工作 做出更细致的组织安排 发挥农村基层组织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推进农村地区一风一俗 有效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性活动 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 引导农民群众转变不良生活习惯 同时抓好菜篮子文产宝工 加强动物疫病防控和触勤饲养管理 及早谋划春耕备耕 眼下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 不少外地务工人员响应倡议 留在就业地过年 接下来我们就去认识一群 在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 他们虽然职业不同 但都为了疫情防控大局 选择留在北京过年 往年进入农历腊月 务工人员陆续返乡过年 车间基本停工 今年则不同 临近春节 经交一处水泥制品车间 仍然正常生产 25岁遗族小伙墨瑟阿牧 老家是在去北京 两千多公里之外的 四川梁山遗族自治州 车间里和阿牧一样 来自大梁山的务工人员 总共有58人 他们决定 今年全部留在北京 在企业过年 回去的时候也要上世界世界 回来也要上世界世界 在火车上 这也比较那个多 对自己 对别人 对家人都不好 这58名来自大梁山地区的 务工人员 家庭都是比较贫困 他们当中有四个人 是建党立卡的贫困户 政府创造 就对过年这个政策之后 工资也是调整了生产计划 让他们春节在京期间 有活干 有钱挣 春节期间 每天每人补助100块钱 我们在我们统一发 那个民产 玩玩已经准备了肉啊 水果啊 银子餐 葡萄肉啊 都有 阿牧来北京工作 已有67年 每逢过年才回去一次 今年将是他第一次在北京过年 家人特意从老家 寄来了遗族服装 这是我们少数民族的服装 这是男装 这是我的 我们过年的时候 都会穿上这个民族服装 今年我们在北京过年 也要跳舞唱歌 打算是回来家陪老人 陪孩子过年的 去年也是因为疫情 从那月二十几日到现在 没有回家 父母都切耳朵了 孩子现在也有孩子 小孙子 现在有七八个月 也没见过 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 崇文分公司 近三千名员工 九成以上都是外来务工人员 他们处在协助疫情防控的第一线 特殊时期 今年春节 大多数员工将在岗位上度过 队员回家 我们算了个平均时间 都在十个小时左右 在保证客户安全的同时 做好队员的留守工作 照顾好他们的生活 计划在春节期间 投入一比三十万 给队员发放一些维稳金 维稳品 有这个水果糖 所以我们今天也回来了 还有干股 这是一个人一合的 我们要发八样准备今年 让队员的踏踏实过好年 如何更好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 对首都农产品供应 带来的影响呢 最近加强生活必需品 风险监测和评估分析 研究构建超大城市 鲜活农产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建议 被写进北京市2021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 北京市人大代表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蔬菜研究中心研究员赵小燕 常年关注北京农产品保障供应 在此前的北京市15届人大 四次会议分组讨论时 她表示 从去年初的湖北武汉疫情 到6月份的北京新发地聚集性疫情 再到近期的河北疫情 都对北京农产品供应 产生很大影响 北京的农产品由于主要是外府的供应 在外面的基地的生产的变化 道路交通的限制 包括简易简易的强度加强 都会影响城市的供应 那也会导致价格的波动 总类和量的变化 赵小燕认为应该系统建立预测预警机制 科学构建鲜活农产品供应保障体系 北京应该提高鲜活农产品的自给率 尤其是蔬菜生猪的自给率 那市政府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 拓展供应基地 包括如何增强这种供应量的强度 我能够迅速地调配 鲜活农产品的一个能力都需要加强 发言结束后 赵小燕的建议就被整理出来 反馈到了北京市发改委经贸处 很快 加强生活必需品风险监测和评估分析 研究构建超大城市鲜活农产品 供应保障体系 被写进北京市2021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 下一步 北京市的有关部门 包括发改啊 商务啊 交通运输啊 等等 这些部门都会借鉴代表的建议 把北京的农产品分门分类 分不同的产地 进行一个详实的分析 特别是跟踪一下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数据 还有疫情以来的波动数据 对北京市农产品的评估更加精确 下一阶段 北京市也会和金经济 和更大范围的省份 包括和国家有关部门 进行深度的合作 推动首都农产品保工稳价工作 人大代表提出建议是第一步 接下来还需要相关的职能部门 进行具体的论证和实地调研 用最恰当的方式 让农产品供应更丰富 更稳定 随着春节临近 家家户户都开始准备年货了 各地的特色小吃 也迎来了制作销售的高峰期 入冬以后 福建永春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制作金菊糖 用个头小 口感更酸甜的野生金菊 经过筛选 去紫 浸泡盐水 过水超 清水泡 煮金菊 裹糖 筛糖等多道复杂工序 花费三到四天的时间 才能够做成美味的金菊糖 如今 在传统口味基础上 一些制作金菊糖的手艺人 还特别增加了大菊 姜糖 香园丝等新口味 通过电商远销海内外 预计年产值将达到700多万元 安徽徽州传统糕点奇门字豆糖 迄今已有上百年历史 制作过程工艺复杂 要经过熬糖 墨粉 搅拌 压实 制制等 十几道工序才能完成 自豆糖最关键的工序就是制制了 在每一块糖中嵌入吉祥的汉字 字中带甜 甜中带意 我们每年那月开始做的 一天做两百多斤 定当不断的 在山东青岛 各种各样的花式面膜开始走壳 普通的面食在工人们手里 变成了一件件艺术品 里面包裹着的各种馅料 满足了消费者的各种口味 同时还寓意着满满的福气 象征着节日的喜庆 像这些产品全部用果蔬食材调制出来的 一共是用了八十年才调出来的 大家对于这种产品的需求和认可度越来越好 所以说我们挖掘了很多的一些交通的免疫的文化 来夸大咱们这个民间传统文化 春节越来越近 这年味也是越来越浓了 咱们一起跟随镜头 再去感受一下各地不一样的年味 近日浙江宁波凤化区的张家村 迎来一批羊面孔 他们是来自宁波诺丁汉大学的 25位留校师生 因为疫情影响 他们纷纷选择留校过年 虽然不能回国 但近距离感受一把中国年俗 尝尝中国民间传统的爆米花和特色美食青团 他们也感受到了地道的中国年味 我认为中国政府是做了一个好努力 以保持我们安全 我们可以祝福大家健康 新年快乐 就地过年如何解香愁 重庆市河川区双槐镇 有着14年自己办乡村春节联欢会的传统 今年联欢会的节目在互联网上同步直播 方便远在他乡不便回家的村民们 听香音解香愁 联欢会的演员和观众 大部分都是当地村民 他们利用农衔 自编自导自演自赏 我们也通过这种云端的联欢的方式 把家乡人民的团联的这个氛围 也给到我们在外的游子们 四川梁山美孤县地处大梁山腹地 是四川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那么如何带动群众在脱贫的同时 还能走出一条 变输血为造血的产业扶贫新路子呢 美孤县罗布采嘎村 创造性地提出了借阳还阳的新点子 一起去看一下 宁愿多走五公里 罗布采嘎村养殖后十一落甲 也要来到山上的集中放牧点 今天他想让自家的羊吃点新鲜的 因为明天他将要和两只母羊告别 去年十一落甲从村委会借来两只母羊 通过与村委会提供的公羊进行配种繁殖 两只羊变成了八只 卖了四只赚到了一万五千元 如今他按照协议还回两只健康的母羊 而这些还回来的母羊过几天又会借给别的养殖户 变成村民致富的接力棒 借羊还羊是罗布采嘎村为鼓励村民养殖山羊 想出的新点子 但考虑到一些村民没有养过羊 如何让借出去的羊不生病又能下高呢 村里的干部们主动操起了心 从过冬口粮到检疫预告等 事无巨细安排妥当 除了指定的放牧点 合作社还有一部分小额贷款 发放给农民购买牧草种子 让农民在农闲地里种植牧草 就解决冬天羊的口粮问题了 除此之外 村里的兽医每月都会上门 免费为羊接种疫苗检查身体 经过三年的发展 村民养羊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如今 罗布采嘎村的山羊养殖规模 已经达到两千多只 但是羊卖给谁 怎样卖上好价钱 副乡长妈还想办法 为农民手里的山羊找起了买家 乡里的干部当上推销员 为村民手里的羊找销路 未来 村口不远处的乐溪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 只要三个小时 村里的羊就能运往成都 届时 罗布采嘎村的羊 还会迎来更加广阔的市场 昨天的新春走机层 我们关注了四川梁山的悬崖村 讲述了没有随异地扶贫搬迁 而搬下山的村民苏布惹 准备留在山上打工 参与旅游产业的故事 那么已经搬下山的村民们 过得怎么样呢 去年五月 悬崖村八十四户建档利卡贫困户 搬迁到了县城附近的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 村民们能够适应城里的生活吗 继续来看记者的采访 某色伍哈是阿图利尔村 乐尔社的村民 刚搬到城里的那段时间 伍哈还是会经常回到村里 经营他的小卖部 接待游客 赚钱养家 他告诉我们 住进县城一百平方米的新房子不然好 不过高兴之余 也不得不面对一些新问题 压不到压了压不到压了 住不住地路 这边没有地路 我在这边的话 这个五个就空了 生活什么都要 空了就 搬家后的第一个月 五号的小卖部收入一千两百多元 用于支付水电 柴米油盐 手机费 交通费 共计八百多元 剩下四百多元 几乎全都花在孩子的吃穿上 基本没有生物 所以当务之急 就是帮妻子在县城找同工作 搬家后 昭厥县的社区里 开展过几次技能培训 阿勇摸阿果 报名参加了社区里的厨师培训班 不洗手 不剪指甲 用手抓菜 吃不完的食物 直接扔回盘子里 用没擦干净的盘子 装菜等等 以往 这在山上也许没什么 但现在搬进城里 就不行了 阿勇摸阿果 嘴里说着要把卫生搞好 可是多年居住在山上养成的生活习惯 却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 技能培训的第一步 是要教大家讲好卫生 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 阿勇摸阿果 在烹饪技术上 更加得心应手 在讲卫生方面 也明显进步 培训不仅为贫困群众 提供了学习新技能的机会 也是向用工单位 推荐他们的重要参考 由于培训表现突出 社区推荐阿勇摸阿果 到附近的小学 当厨房杂工 面试合格后 即可上岗 人生第一次参加面试的 阿勇摸阿果 一上来 就没听懂面试官的话 这让他非常紧张 担心被刷下来 经过评委们耐心的讲解 打分和岗位匹配 最终 阿勇摸阿果得到了 小学厨房杂工的岗位 每月工资一千五百元 两口子当场迫不及待地 签下了劳务合同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中国三农报道 最近一部扶贫题材 电视剧《山海情》 成为了收视爆款 观众们为剧中人物的命运 操碎了心 村里啥时候通电通水 蘑菇滞销怎么办 也成为了热搜话题 这部豆瓣评分 9.4分的电视剧 为什么能这么火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解码 《山海情》热播的秘密 电视剧《山海情》讲述了 上世纪90年代 明夏西海固地区 在福建对口帮扶下 人们走上脱贫道路的故事 这部剧以平时的视角 展现了敏宁镇 在扶贫干部的带领下 几十年从无到有 从干沙滩变成金沙滩的历程 让观众们通过一部剧 几乎可以了解到 我国整个扶贫工作的全貌 今天我们也是全面脱贫 在这个脱贫攻击过程当中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社会的方方面面 包括被扶贫的对象 都付出了最大的努力 那么这个成果是具有历史性的 这伟大的时代 应该产生伟大的艺术 我想《山海情》 就是这样一个精辟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部剧收获了 很大一部分年轻观众 而且随着《山海情》的播出 蘑菇滞销怎么办 村里啥时候能通水通电 这些接地气的话题 也成为年轻人的社交热词 艺术作品 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 了解我们的国企 我们就有更多的动力 然后去奋斗 去追求更为好的生活 东西协作整体搬迁 劳务输出 教育扶贫 这些政策都在剧中人物的命运上 找到了落脚点 现实中 宁夏西海固地区 通过三十多年的 一系列移民工程 让一百二十三万山区群众 实现异地安家 异地创业 异地致富 所以这部扶贫剧 就是靠着真实和土味 成为爆款 浙江渝瑶的路亭乡 曾经也是一个偏僻的山区乡 2017年乡党委书记陈小珍 在路亭乡打造起了全新的 乡村治理网格体系 如今依靠一网一设 路亭乡迎来了山村巨变 小菜 我这边看到有两个未办的事项 你点开来看一下 尤其这个严家澳村说停水了 一大早 陈小珍就从路亭乡 综合信息管理平台上 看到了严家澳村网格长 上报的停水信息 自担任浙江省余瑶市 路亭乡党委书记以来 陈小珍致力于在路亭乡 打造全新的乡村治理网格体系 通过暗区划分 配备网格员网格长 让村民参与到乡村治理和贡献中来 把全乡12个行政村 划分成16个网格 现有16名网格长 12名网格总长 39名网格员 再加上职能部门 乡党委政府的主要负责人 构建起乡村治理的网格体系 网格长通过巡查 或者是走访 就发现一些问题 他到现场核实之后 如果他自己可以解决 就是一级事件 当天要完成 如果他自己解决不了 就报给村之书 村之书要在三天之内 把这个事情处理完 如果村之书还解决不了 就得报给我们乡指挥室了 指挥室就派发给职能办 这个就是三级事件 三级事件要在五天之内进行办结 陈小珍的这张网格 解决的是乡村治理的日常证务 在路亭乡的12个建制村 还有一个平台 解决的则是村民的日常事务 我每天给他们打电话 今天快递两点钟上门 你们粉丝卖不卖 卖的话我今天上门来收 我们就搭建了一个 村企服务社一个平台 动员社会力量 比如说联创客 陆先锋 帮他们去办理一些 网上办的事情 一网一设 让今天的路亭乡 进入了互联网家的时代 让村民享受到了 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的红利 探索出了一条 有时代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更多关于陈小珍的故事 欢迎关注2月1号晚上 8点半播出的三农群英会 好 以上就是今天 中国三农报道的全部内容了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 农业农村频道的微信和微博 更多精彩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按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